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演讲者谢正豪、DJ Howell 台湾音乐人、创业家、台湾Bar创始人兼董事长 著名的有萨泰尔娱乐联合创始人 脱口秀博恩夜夜秀 知名作品就是博恩夜夜秀 他认为台湾以较低的天然资源较不适合高科技产业 应当发展台湾文化产业 认为历史是大众关注的问题 支持新媒体发展 并称下一个十年是新媒体的下半场 当中提到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SDR的内容不断做出新的突破 是怎么找出新的想法 提到年轻人其实是愿意花钱买体验 制作人的三个顾虑当中 流量、社会压力、钱 举例延上 如果他将完整版放到网路上就会有流量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卖票 以台北北流来说 4000人就满场 如果将整个延上节目办进去 就会有收益 希望能够直接透过收钱的方式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点子跟想法 第二个 各种新的想法当中 怎么决定要先做哪一个 他先提出给大家解套的方式 只要经营小众市场 找出其他的收益 例如有现场的演出 有线上付费的版本 另外通路的任务也不同 例如通路可以帮助来制造声量 与粉丝来互动 这些都可以在想象中再做安排 第三 平常要从哪里观察这些商机 观察商业机会 选择观众是会花钱还是花时间 他所思考的是影视市场 因为这是一个生态系 当上面直变的时候 接下来就会有影响 例如线上的网飞迪士尼付费机制产生后 他看好的是两三年后 例如说夜夜秀根本不是为了YouTube 他所看好的是这个收费机制 现在做可能两三年之后又不同了 例如装置普及网路普及 提到一句叫 站到地壳变动前才是最快的 现在陆陆续续都已经回到电视上收看的模式 YT YouTube也在转变 年长者的观看消费力高 可以考虑做给大人老人看的节目 例如房子健康等等 第四 为什么有制作人这个角色要做什么事情 提供四个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 制作人的角色 要先想好架构 找人 找明星 找观众 找市场 是一个养成计划 第二个 表演的形式 影音创作者其实也可以转做制作人 制作别人的东西也是一个生涯发展的机会 第三 YouTube作为核心结合国外市场 国外做得到 台湾其实也可以做得到 第四 需要知道厂商要什么 看未来 别只注意现况 如何找到新的制作策略 创造更多可能性 一 重新定义市场范围 扩大输入来源 找到新的内容灵感 二 从市场中玩家与受众的流动 找到全新商业机会 三 掌握主题 人设 形式 三要素 创造突破性的内容 四 以专业制作人思维 安排专业化分工 已经做出来的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国外做得好的 我们也能做得出来 Press Play 当创作者收入 不能再养活自己 创作者 您还有哪一些商业机会 本次提到有三点 第一点是 影响力变现的元素 影响力变现元素有三个 第一个是内容标签 第二个是社群流量 第三个是铁粉流量 内容标签指的是 会员想到你时候的关键内容 也就是关键字啦 你可以着重在自己喜爱的 自己擅长的 以及市场所需要的 第二个指的是社群流量 你的社群平台和你互动的数值 一般厂商会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追踪订阅数 第二个是你的观看次数 第三个是和你的互动留言 第三个指的是铁粉流量 如何有效凝聚 推动忠实粉丝 厂商会看三点 你的网址上的点击率高不高 当你举办活动时 你的铁粉参与率高不高 第二个你是否有私密的社团 你的频道是否开立会员 第三个你实际上的销售数据 第二为各位介绍 影响力变现有哪一些模式 这里提到有六种方法 第一种商业业配 最单纯跟厂商谈好之后 拍符合厂商的影片 这里要注意第一合作报价思考时要注意 刚开始可以报低一些 但长期之后请注意到价位上是否需要修改 第二内容修改次数要先讲好 不然当拍完影片之后不断的修改 会造成创作者极大的负担 第三授权曝光的管道要先律定 还有曝光时间能达到多久 例如代言人 一年代言 两年代言 第二个指的是周边商品 例如T-shirt 例如自己卖的东西 可以搭配频道活动计划 增加话题讨论度与流量 第三产品团购 确认厂商是否能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以及厂商是否备有货量 以免到时无法出货 团购注意可以将生活爱用就开始加入了 然后开始经营你的销售 第四个知识付费 知识付费可以先确认需求 透过问卷以及净品课程的观察 第二免费与付费的课程 必须要有差异性 才不会让付费者感到期待落空 下一个指的是 品牌联名 例如我们会员当中 也有和其他的品牌进行联名 考量到影响力的合适性 以及频道受众的关联性 下一个个人事业 个人事业就是创业啦 你可以选择和通路搭配 例如电商 例如像全家 都是合作模式 品牌在定位时要注意你的影响力 还有市场的需求性 由于品牌也就是创业 必须要考量两点费用 第一个是品牌筹备时的人事费用 以及第一波商品在制作时的制作费 第三个提到的是影响力如何加强 第一点强化内容标签 一大众内容的差异性与喜爱点 在哪请把它找出来 第二尚未有人发展的垂直领域 也就是小众市场啦 第三可延续的主题和系列影片 例如彩妆可能和穿搭 第二个强化社群流量 一搜寻关键字出发 近期有哪一些关键字的内容 二热门主题与形式的发想 三与创作者互相串联合作 别不好意思提合作啦 第三强化你的铁粉 让它留在你的频道上 一个人中心思想与观点的分享 只要掌握80% 就可以留下你的铁粉 第二粉丝互动性高的企划内容 例如请你的粉丝一起来回答 第三你是在你的粉丝和粉丝之间的 沟通交流小天地 第一个粉丝或是说的是 本个是这样的 小绿